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调 这是首次有人在大陆领导人面前谈到了中华民国宪法 但是对于撤除飞弹的部分 谈言对习近平的回答不满意 而昨天 马总统到中台湾跑行程 但不再对马习惠多做回应 总统马英九八号凌晨才从新加坡返台 天一亮马上就到台中科技公司参访 不少员工特地在门口迎接 还有人喊总统辛苦了 马总统在马习惠后继续跑行程 看起来心情不错 但对媒体提问 马习惠后续总统并没有回应 相照于上午不再回应马习惠相关问题 昨天从新加坡飞回台湾的专机上 马总统则是侃侃而谈 对民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批评 马总统表示不意外 也强调首次有人在大陆领导人面前 谈中华民国宪法 马习惠该讲的都讲了 但针对撤飞弹议题 马英九在马习惠后记者会上 有转述习近平说法 表示飞弹不是针对台湾人民 但马英九坦言他对这个回答不是很满意 而总统马英九在回国登机前 也接受新国总理李显荣邀请查序 李显荣周六晚间在脸书上贴出两人合照 用英文称呼马英九总统 李显荣写道很高兴马习惠顺利完成 希望会议成果能为区域带来稳定及和平 而马英九周日上午也在脸书上留言 感谢新加坡在促进与建政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上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并期待能够再和李显荣见面 记者综合报道 专队马习惠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再度批评 马总统在立场上有退让 没有尽到总统的责任 捍卫国家的权利与利益 让人感到失望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上午到台中 为立委参选人服选 也为自己拜票拼选举 说到马习惠 蔡英文还是很不满 批评马总统在立场上退让 我们看到他们想利用国际舞台 把一个前提一个政治的框架 来套在台湾人民的身上 总统在立场上是有退让 对国家的最重要的权利跟利益 都没有尽到他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应该尽得利益 而对习近平表示相关飞弹阵地 不是针对台湾 蔡英文说大部分台湾人都没有办法接受 我想这个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吧 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来 大家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也就是说中国的军事准备 绝大部分都是为了台湾所做的 蔡英文也要求国民党在选举之前 要谨守奋计 不能用任何的手段来破坏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 蔡英文也希望民众能用选票展现自由意志 抵抗压力和威胁 保卫台湾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记者综合报道 对于马席会 清明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表示 赞同两岸交流 但是要在对等跟尊严的原则下 宋楚瑜强调 马席会不论是在开场或会后记者会 不仅没有主场优势 也明显没有做到对等 来到台中和支持者拨甘情 清明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 坚持一步一脚印耕耘地方 而提到前一天马席会 宋楚瑜直说 对马总统的表现很不满意 认为马总统只负荷一中的说法 不仅没有主场优势 也没有做到对等和尊严 怎么让对岸的低层次的人先开记者会 然后我们在里迟迟的等 这有对等吗 这有尊严吗 宋楚瑜认为 马总统在开场的时候 花了过多的天幅 表达一中和九二共识 没有把握机会 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 会后自己亲上火线开记者会 和对岸派的国台办主任发言的错法 格局相差太多 至于对岸说 飞弹的部署只是一般防御性 并非针对台湾 他也不认同 我不全然听信 说你不是对了我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如果他可能能够公开的说 公开的说 两岸的问题 不能够用军事来解决 宋楚瑜向对岸喊话 两岸问题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不能只靠飞弹 马其会才刚结束 怎么解决各方的看法不一 记得林建生台中报道 再来看到今天三大报的头条 也都是马锡会的后续报道 现在国际各界开始对马锡会各有解读 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和陆委会副主委的林中斌认为 马锡会举行的最大关键 还是因为中国在南海的议题上 需要我方南海主权的相关法律文件的协助 也寻求我方法律外的支持 而美国对于马锡会的反应 会不会影响到了台美合作 或者是军购案 这将会是未来观察的焦点 马锡会创下两岸领导人 66年来首次会面的历史 我曾经担任国防部副部长 与陆委会副主委的学者林中斌认为 虽然这场会面和习近平 想针对我国总统大选后的情势 先布局有关 但最大关键还是因为南海议题 就南海的问题 那法律文件在台湾 他需要我们在法律上支持他 同时最好在法律之外也跟他合作 第二呢就蔡防美跟防日 加强了美日的关系 同时大家房间在流传了 就是美国希望蔡当总统以后 把九段线放弃 这个对于习的影响太大了 美国与中国正因为南海议题关系紧张 林中斌认为美国对马锡会的后续反应 将是观察重点 林中斌认为虽然目前马锡会的具体成果还看不出来 不过这场会面未来的影响恐怕不止在两岸之间 还会牵动亚太地区的政治平衡 记者张雄 张子佳台北报道 提于消息来看 世界12强棒球赛 昨天已经在日本札幌 由日本对上韩国点燃了战火 而台湾的开幕战则是在今天晚上的6点半 由中华队对上了荷兰队 总教练郭太元对于球员有信心 希望能够打到四强 前进东京巨蛋 世界12强棒球赛倒数计时 中华队所有球员与教练穿上正式西装亮相 率度爆表 我们会穿这个 希望能穿这道西装到日本去 要打进四强 当穿着西装前进东京巨蛋 却也是同组其他五队的目标 正式记者会经杯首度亮相 说出最大的想望 虽然各队都有经过热身赛调整 但练习的机会绝不能放过 艳阳下实力坚强的古巴不敢松懈 他们知道每一队都不可轻忽 12强棒球赛中华队被分在A组 其他五队的实力就不用再多说了 其中的红色闪电古巴实力最为坚强 更曾在2013年经典赛的八强战以14比0大胜中华队 相信会是一场苦战 以上是公式记者林小惠沈志明 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周末假日天气很好 但是中部包括了台中 彰化 云林和嘉义等县市 PM2.5的指标都达到了子曝等级 空气品质相当的差 环保署表示 这是因为弱风气候 大气扩散条件不佳 导致境内污染物持续的累积 不容易扩散 而这样的情况还会再持续一两天 全家人在周末假日到户外走走 小朋友开心的在草地上跑跑跳跳 不过连续好几天 台中的空气都像这样灰蒙蒙 因为PM2.5的指数都达到了子曝的等级 带着小朋友出门的家长都很担心 有过敏性皮炎 然后我也担心空气品质 就是会诱发它 虽然假日都是大太阳的好天气 但台中市西屯和沙路的PM2.5指标 都达到最高等级 而且不只是台中市 包括彰化20云林台西沦背 嘉义破址等地区下午也都出现止暴等级 主要是气那个风速不强 然后变成说它有个那个稳定的气流在我们的上空 下沉气流在我们的上空 那变成说我们的扩散 台中市环保局表示预估PM2.5超标的状况要到明后天才能逐渐改善 提醒有心血管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民众要减少在户外剧烈活动 若外出也建议戴上口罩 记者邱紫培彭文群台中报道 劳工和军公教人员都享有最长两年的御婴假 但是近日却传出了有教师钻法律漏洞 先申请了御婴假之后 再选在寒暑假来复职 这样就可以多领一到两个月的薪水又不用工作 等开学了再继续流停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 每年约有200名的教师钻漏洞 教育部和劳动部本周将要开会来沿商对策 老师认真教学除了得掌握教学进度 还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融会贯通 真的很不容易 但现在却有老师钻漏洞 在申请御婴假后选择在寒暑假负值 多领一到两个月的薪水又不用工作 等开学后再继续流停 根据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 每年约有两千多名高中职以下教师申请御婴流停 约有一成在寒暑假期间负值 开学后再续请 其中一百学年度 御婴流停有两千三百四十一人 申请负值有两百六十人 一百零一学年度有两千五百六十七人御婴假 其中申请负值三百七十二人 如果以教师月薪四万多来算 等于政府每年要多给付给教师一千两百多万元的薪水 教育部表示 御婴家的目的是希望让父母有时间照顾小孩增加亲子关系 按照规范目前没有违反规定 但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将和劳动部共同协商补足不完备之处 记者物业与林国宏台报道 肯定国家公园的龙卵潭是国家重要湿地 根据农委会的调查 这里的鸟类种类居全国之冠 但是冬天候鸟的数量 这几年是每况愈下 最具指标性的凤头浅压 过去是动辄一两千只 但是去年只剩下了89只 学者就担心 这和周边的开发有关 12月开始就是大量咽压到 墾丁国家公园龙卵潭渡冬的季节 但上午鸟界和学者到龙卵潭勘查 担心今年来的咽压还会减少 这两年特别是龙卵潭它数量从一两千只 然后前年降到不到500只 去年降到大概100只左右 所以这个危机感就很大 过去肯管树统计龙卵潭29种咽压 以凤头浅压最大量最具指标性 每年多在1000只以上 但102年只有400余只 比前一年减少一半 去年更只有89只 由于龙卵潭周边开发水泥化日趋严重 学者担心是减少主因 所以我们很担心这个地方 如果它开发下来的时候 你的车子来来往往 人员来来往往 房子盖车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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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可能很败 在龙卵潭东岸也多次发现咽压 一次被农药毒死的现象 鸟界希望扩大龙卵潭的保育范围 把影响咽压栖息的因素减到最少 北岸是这一块 已经被划入保育范围 以目前的急迫性来讲 这个北岸外的这一片 我是建议说应该也要纳进来 肯婉处也表示 目前龙卵潭市地面积有145公顷 将把周边公有土地也纳为保育范围 至于肯定游客年年增加 附近农舍民宿兴起 县府也表示会急查不法 记者屏东综合报道 巴西东南部发生的水坝崩塌事故 伤亡数字向下修正 目前是确定有两个人死亡 包括了附近铁矿坑的13名工人在内 一共是有25个人失踪 带着大量污泥的水流 很快就把一辆小汽车冲得不见踪影 大水退去之后 位于灾区当中 原本是观光圣地的马利亚纳城 街道上也都满是烂泥巴 消防人员和民众合力 有的用扫帚 有的动用挖土机 清除这些可能有害的污泥 而没有防护衣的一般民众 如果身体或衣服碰触到这些污泥 民房官员呼吁大家 除了要马上冲洗身体 清除污泥时穿的衣服 最好也都要丢掉 以免有毒物质残留 侵害健康 出示地点的米纳斯吉拉斯州 是巴西重要的铁矿沙产地 年产量约3000万吨 但在水坝崩塌事件后 除了矿场无限期停产 后续可能的赔偿与法律诉讼 更是业者的噩梦 当地的检察官7号表示 对于受灾最严重的200多户民众 降线要求厂商赔偿每人13万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420多万元 再加上这些清除污泥的费用 最后很可能都要铁矿业者买单 记者徐佳人报道 自行车在国内外位为风潮 有不少人担心在市区骑单车不太安全 而现在在加拿大就有车友研发出了一款 即导航、照明和防盗于一身的装置 可以让你的聚会单车 出门不迷路 上路没事故 类似台北市U-Bike的多国公共自行车系统 现在也考虑来安装 加拿大的蒙特楼 有350公里长的自行车道 喜欢骑自行车代步的人不在少数 不过统计显示 2006年到2001年间 蒙特楼发生了3700多件自行车车祸事故 每年有2000辆自行车失窃 实际数目可能达到2万辆 骑自行车容易遭到大型车辆一大欺小 迷路时停下来查手机地图 也容易发生事故 本身热爱骑自行车的扣车里尔 宣知问题所在 索性投入导航器的研发 扣车里尔设计的这款圆形单车导航器 可以固定在把手龙头的中央 只需透过蓝牙连接到手机 然后在应用程式上设定好目的地 它便会自动夺取地图数据 一路上以简单灯号 在每个转弯处给你提示 如果有人要偷车 导航器的警报声马上响起 也可以透过手机APP定位单车的位置 另外它会根据周遭的明暗 自动启用或关闭照明装置 至于行车速度 里程 消耗的卡路里等基本资讯 也会一一记录下来 到底这款导航器好不好用 这位小姐实地测试一下 她从公共自行车A站要骑到B站 设定导航器后顺利抵达 正因为这款导航器对外地游客来说特别管用 骑起来更具安全性 蒙特楼公共自行车系统 正计划全面安装 虽然有人会认为将手机固定在自行车上 一样可以利用上面的导航功能 何必多此一举 不过传统的道路导航路线图可能会让车友低头看太久而分心 这款简单又实用的导航器让人一目了然 不充电也可以持续使用三个星期 因此广受肯定 记者就会明白 今天的手语新闻通 我们就来学学导航要怎么比呢 您可以比地图再用食指比出路径 地图加上行径的路径 如果有具体的应用 像是刚刚新闻看到单车专用的 就要比单车 然后圆圆的 向右转向左转它会亮灯 或者是我们平常车子在用的 要先比开车 方方的 然后导航 提供您做一个参考 学完手语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要提醒观众朋友 喜欢戴着耳机听音乐 或者是玩游戏 要小心 听力受损 太空探测器 新视野号上路了 直导太阳西边垂 捕捉神秘冥王星的影像 那里可能掩藏着太阳系造使的秘密 但令人惊讶的不全是好事 幸好千军依法之际 为期解除 冥王星进入焦距 展现一个人类不曾想象到的奇异世界 十一月十三号 周五晚间十点 追逐冥王星 欢迎回到手语新闻的现场 很多民众在搭捷运的时候 喜欢戴着耳机听音乐 或者是玩游戏 小心长时间下来 听力可能会受损 根据社区众听福利协会的统计 全台约有12万人听力受损 每七位听损求诊的病人 就有一位是年轻人 因此建议 喜欢戴耳机听音乐的人 应该每30分钟就拿下耳机 让耳朵休息一下 今年六十四岁 廖先生平常习惯 在上班搭捷运时戴耳机听音乐 而且一听就是一个小时 直到三年前 耳朵开始出现耳鸣 每天都听到好像有蚊子 在耳朵旁边飞的声音 后来廖先生不予理会 直到有一天耳鸣消失 慢慢开始无法听到声音 就一后才发现 听力只剩下正常人的百分之六十 听不见的时候 你就会要求对方再重复一遍 根据社区众厅福利协会的统计 全台约有十二万人听力受损 六十岁以上的长者四成五有听力障碍 每七位听损求诊的病人 就有一位是年轻人 而引起听力损失的原因有很多 除了先天性因素外 后天因素已老化最常见 一旦发生几乎是不可逆的 另外现在孩子长时间戴耳机 使用3C产品 也是造成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 协会表示音量与时间是听力受损最大的关键 一般聊天弹化的音量大于六十分贝 环境音量如果达到八十五分贝 连续八小时就会造成耳朵的伤害 如果环境音量在一百分贝以上十五分钟 恐怕就有伤害一旦听力退化 高频高音会先受到影响 习惯长期戴耳机听音乐的人更要注意 除了降低音量听三十分钟就得休息 如果开始出现耳鸣晕眩 或常常觉得电视音响的声音太小 听不到对方说话就要尽速就医 记者威尔玲国宏特报道 耳宝刀手偷偷单元 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卫生纸 南部跟北部也有不同的笔法 卫生纸南部的笔法是双手醒鼻涕的样子 单手醒鼻涕就是北部的笔法 卫生纸 台南手语则是用双手 打喷嚏了拿卫生纸用双手醒鼻涕 南部跟北部的手语表示相同的东西 动作会有些不一样 像是刚刚卫生纸 北部是用单手 而南部呢是用双手 还有像是筷子 北部是夹的动作 那南部呢是粘东西的动作 不一样是不是很有趣呢 接着我们来关心天气 情文方面我们来看看各地的详细资料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手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自己是算是比较前辈级的选手 那大家也是就是会全力以赴 然后带领这些小老弟 能够打进最后的四项 甚至总冠军 11月8号到21号 世界12强 请锁定公共电视 2015世界12强棒球机标赛 小太太们 编队集合了啊 有 满完带你去卢山温水 打日本人逃弄的时候就看过了 你学生像燃烧弹一样啃烫了 我当我的逃平行员 最后我要进飞行员 谢谢你们 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青春 你带出去 没带回来的可能 做什么 快快 快 可是 你